喝醉酒竟然还打警察 台中市有一个男的 他酒后跟人家发生了争执 吵着吵着仗的酒意 不断对一群人大吼小叫的呛吓 甚至还扬言要料人来支援 警方到现场去处理的时候 他不但恶言相向 还挥旋打警察 酒醒之后他说都失忆了 自己做过什么事情完全不记得了 警方痛斥酒品太差 警方到场维持秩序好言相劝 却没有料到对方会来这一招 举起左手男子冷不防一个拐子 袁警反应迅速回击 同班看到加入支援 将男子制服 这名38岁的王姓男子 凌晨到这家快炒店消费 酒过三巡之后 和邻座的客人发生口角 双方互相叫嚣 袁警互报赶到男子还醉言醉语 警方试图劝阻要男子喝醉了 就早点回家休息 却没有六道会被挥拳攻击 抗拒警方的一个隔离 甚至挥拳攻击警方 那警方立即 立即就将他做一个逮捕 那在逮捕的过程 这个王姓男子还是持续的反抗 而且一直标骂三字经 这名38岁的王姓男子 临着到快炒店消费 酒过三巡之后 和邻座的客人发生口角 双方互相叫嚣 警方获报赶到男子还醉言醉语 袁警试图劝阻让男子喝醉了 就早点回家休息 却没有亮到会被挥拳攻击 他回派出所之后 一概否认 但是我们现场有录影的一个 一个影片为止 最后男子被带回警局 酒醒了还说失忆了 不知道做了什么事情 但画面当证据要赖也赖不掉 酒醉闹事还袭警 这下施上官司 想回家恐怕没有这么容易 记得运编台中采访不到